哈囉各位安安,這裡是安傑 原本以為WARFAM又要無聊的度過一週了 結果在禮拜五的時候第一突然寫了一封信給我 信上說他們即將在這個週末舉辦一個 算是WARFAM首次的PTR伺服器測試 邀請各位合作玩家 跟之前在官方論壇上抽獎抽中的各位測試玩家來參與 讓大家一起來找BUG或是看看哪裡還有改進的地方這樣 而且他們這一次居然還破天荒的說 本次PTR版本中的所有東西都可以錄影跟上傳還有跟大家進行討論 至少是大部分啦 有一些像劇情類的一些小東西小部分 他們就不希望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做討論 好,那第一件事是這次的更新大小大概會落在6到7GB之間 各位記得在更新之前要先準備好足夠的空間容量喔 好,那首先這次更新我最關心的果然還是Saku的改動 喔天啊好感動,也只不過拖了兩個月而已嘛齁 好,總之呢現在被3技綁住的敵人已經不會再受到2技攻擊了 這樣子會讓他的輸出更加穩定一點 不會因為那隻中間的這隻小兵兒搶到傷害 然後在施放2技的時候也可以在右上角看到你目前偷來的武器數量 現在也可以重複施放2技來把武器偷到數量上限 而且先偷後偷的武器還有分開的時間計算 這個改動下去Saku會瞬間讓場上的遠程冰種變成廢物 然後3技的洗腦特效現在也可以看到你已經洗腦的人數數量 而且跟2技一樣可以重複施放來把洗腦的人數增加到最大值 然後這次改動最舒服的地方應該就是3技的波甲 就是綁小兵波甲的這一招範圍往上調了將近一倍 超佛心的改動 然後3技的第三招雷射眼就...我是看不出有效果啦 但是據他們所說攻擊力跟施放速度都有上升啦 雖然我完全看不出來就是啦 應該還是不會用這一招 好 那接下來是Ash的改動 Ash就很簡單他的試技 原本是要讓他的準星在同一個目標上旋轉3次才會疊滿層數 現在他開試技的時候只要看目標一眼 那個目標就會瞬間被上3層的印記 這對Ash來說算是一個大強化吧 以前阿波不停搖晃鼠標才能疊到的3層 現在看一眼就會直接造成那個傷害了 還蠻方便的啊 然後Atlas石頭人的改動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效果 所以就算了 乾燦戰甲Nidus他的2技現在多了一個被動 讓被2技黏住的敵人 以任何方式死亡的時候都會增加他的被動疊層 然後是我們的龍戰甲Chroma 大家都說他廢的要死的1技嘴砲被官方改強了 而且他的被動也被改到1技上面去 讓他可以隨時在戰場上切換自己的屬性 然後在噴火的時候現在噴到的人會把屬性傳到附近的人身上了 嗯沒有錯這就是第一所謂的改強 然後呢大家很好奇的Chroma被改成這樣子以後他的被動要怎麼辦 呃我想第一他們也還沒想好啊 因為他被動沒有變 好那接下來是死靈Nekros的1技改動 現在1技對著生命值只剩25%的敵人使用的時候 會直接把他秒殺並且把他變成一個幽靈 幽靈是屬於他大絕召喚出來的幽靈的一份子 所以說一樣不能超過同時持有7隻幽靈的上限 如果你已經有7隻幽靈的話 這個被動的效果就會變成幫現有的幽靈集體不屑 增加他們的持續時間 然後是我們這一次改最大的鳥姐Cephyr 他的2技在這次改版以後會上調 並且會按照目標地點的人數來增加他的百分比傷害 雖然我在試用的時候他傷害還是不能看就是了 然後他的大絕龍捲風除了CT被改得超強以外 現在輕按施放還會讓龍捲風定在原地 在守點或防禦的時候超級好用 因為他會把一整個範圍的敵人控起來 然後按住施放的話就會變得跟以前一樣 會一直移動來尋找敵人 不瞞你們說我真的很喜歡他定點龍捲風的這個能力 好那戰甲的部分試玩以後我就去玩了一下 這一次官方主打的新亡骸機架 古寡婦Bone Widow 我真的不太確定他的技能這邊顯示是bug 還是官方真的來不及寫 然後手動測試了一下技能的用途 就跟他們第一次介紹的時候差不多 他的1技會把一個人抓起來拿在手上 然後再按一次可以把他丟出去這樣 拿在手上有什麼特殊用途我就不太確定了 搞不好可以拿來擋子彈之類的 然後他的2技就是從胸口把那片盾牌舉起來 目前看起來這片盾牌用途是會阻擋正面範圍的子彈 而且這個盾牌有耐久上限值 說的話太多傷害的話他會爆炸 然後他的3技就還蠻無聊的 他會把從身後大概145度的範圍內的敵人 全部掃到他的正前方 然後這個技能既不是強控場也不會把敵人變成不娃娃模式 然後也沒有傷害 所以我真的不太確定這個技能有什麼用處 那他的最後一招大絕是召喚出他自己的顯赫刀劍 說錯的是顯赫斬劍刀 這個技能真的超帥的 而且他的連段動作打起來也超流暢 還可以配合2技的盾牌使用 這邊也有一個我不太確定到底是BUG還是官方故意設計成的東西 就是你在拿著劍跟盾牌的同時按右鍵的話 他的盾牌會變超大 雖然看得出來他是在格檔啦 但是我不太確定這會不會影響到他的傷害防禦能力 可能只是擺好看的 然後這一台我最討厭的地方是 我辛辛苦苦把他練到10等 然後很興奮的拔出了顯赫刀劍看他的屬性 暴擊機率5%狀態觸發15% 機傷只有4000左右 然後重擊雖然有面板數字 但是在遊戲裡面用不出來 然後陣地攻擊完全打不到敵人 誒,說你們還記得第一台王海機甲的顯赫武器屬性嗎? 這個會不會太差別待遇了一點啊? 嗯,好,那我就先把這些全部都當成是BUG吧 我先放棄這一台 那還有他這一次跟著王海機甲一起推出的重型武器 就是那把小型導彈發射器 然後附開火模式是核彈的那一把 那把用起來超好用的耶 可是呢 我完全升不了等級 我不管拿了多少經驗 我回到家他都是零等 所以我放棄 結果這次的PTR活動 官方主打的王海機甲跟重型武器的部分 完全BUG到沒有辦法玩 好,那接下來的環節是武器介紹時間 這一次的該辦 官方總計會推出六把感染者新武器 兩把自製感染者武器的槍管 分別可以組成主武跟副武的感染者槍身 還有屬性再怎麼看也不太好看的感染者彈匣 這次的兩把感染者自製武器槍管 其中一個槍管是會發射感染彈的步槍算是 雖然他用的是閃彈卡 他的主武跟副武版本我都集畫到了差不多最終形態吧 然後我的結論是 這兩把大家盡量不要做 因為實在是有夠難用的 開火模式明明就是遜發雷降砲 可是卻硬要給他上閃彈的MOD 除了一直會炸到自己以外傷害也打不太出來 彈匣容量跟被彈量也少得可悲 副武器版本的雖然傷害有稍微高一點 可是他是單發制 總而言之 這把蘑菇頭的自製武器 目前我是超不腿 超難用的 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然後另外一個自製感染武器的槍管就... 有夠好用 他的彈匣容量、被彈量、爆擊機率、觸發機率 還有他的射速幾乎都是完美數值 雖然面板數字的機傷有點差 但是實際上在用起來的時候 他是一根觸手 然後捲到附近的敵人身上 還會自動瞄準 瞬間爆擊一大群敵人 然後還會給他們上一大堆真實傷害的狀態 這把武器的主武版 絕對會是稱霸這個版本的神兵 副武器的話就沒有擴散功能 有點可惜 所以我不太推副武器版 好,那下一把就是大家期待超久的感染者壁槍 這把的外型真的超帥的 配卡上他是一把走爆擊路線的散彈槍 然後他的複開握模式會三連射 打出會大範圍爆炸的子彈 讓你可以進行單體超高輸出跟範圍清怪 不過說句實在話 我還是覺得這把的傷害穩定度有點懸 下一把是超令人意外的感染者爆炸弓 不過呢他只有7%的爆擊 所以大家別妄想走爆擊流了 但是這把感染弓是可以毀滅世界的 因為他的爆炸方式跟其他的爆炸弓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射出箭矢以後 他會在原地產生一團觸手 把附近所有的怪物拉在一起 對他們造成超級多段的傷害以後 再來一個狠狠的核爆 狀態直接上好上滿 是一把非常邪惡的主切割病毒弓 我還是第一次遇到一把純靠觸發就能秒殺白等怪物的神兵 這把弓跟前面介紹到的自製觸手武器 會是這個版本的稱霸者 大家在改版以後可以優先先把這兩把做出來 你不會後悔的 好,那下一把是這一次的感染者狙擊槍 他的爆擊率只有1% 所以大家也不要妄想可以走爆擊流 他的特殊效果是在打到敵人以後 會對敵人造成多段的傷害跟觸發 然後最後再來一次小爆炸 產生迷霧繼續傷害附近的敵人這樣 說真的我覺得這把狙的傷害也真的很玄 有時候可以秒殺白等的怪物 有時候卻要打好幾槍他們才會死 目前狀態我是不太推 好,那副武器的部分有一把形狀酷式草莓的手槍 他的特色是在你把子彈打空以後 裝子彈的時候他會丟出一顆手榴彈 他的普攻已經很痛了 然後他的那顆手榴彈丟出去的那個傷害是毀滅世界的 因為時間問題我就把畫面放這邊給你們關上 這把我是還蠻推的 只是他用起來手感會很怪 而且像我這種喜歡隨時隨地裝子彈的人 真的會一個不小心就炸到自己 好,那接下來是近戰武器的部分 首先是我們的這把酷式魚奇的軍善武器 第一次跟我們講說他要做一個新的架式來給他 但是我在這次並沒有看到新架式的出現 所以應該還沒做好吧 這把的暴擊機率也是超低 也是走狀態觸發流的 可是說句老實話 這把的不管是輕攻擊還是重攻擊 我都看起來好像是沒有辦法打出什麼傷害 目前看下來就真的只是一把可以丟飛鏢的玩具而已 如果你真的喜歡軍善的話去用夸克比較實在喔 好,那我們下一把感染者近戰武器是感染者雙結棍 這把的暴擊跟觸發都很平均 可以走暴擊流而且還打得出紅暴 它的特色是有自帶病毒屬性 可以配合病毒腐蝕火這種多段觸發就可以毀滅世界的組合 用起來也蠻順手的 至少在打白等的重型單位的時候是完全沒有壓力的 外型也算很低以審美觀的帥吧 這把我很推喔 然後其他一些比較明顯的改動是 鋼刃之道有新的警報系統 你可以不用再一直跑去農鋼刃精華 直接農警報就好了 然後對鋼刃版的小黑追隨者會來亂你 而且他們的攻擊力真的很誇張 我裝了隨機應變都被秒殺 然後王海墊的祖母 你現在也可以用一些當地的素材 去跟他換取更大量的硬幣了 然後如果你很喜歡ロイ的外觀的話 你現在可以在吉甲房跟他們買他們的外觀 來裝在自己的守護上面囉 至於賞金任務的部分 我自己是還沒有時間測 因為我把所有的時間都來練武器上面了 不過我是聽其他的測試玩家說 這一次的賞金任務也是只有打完三階之後 再接下去的第四階 第四階的賞金任務會掉一些 吉甲的MOD跟那個古寡婦的零件 所以我就先跳掉不介紹囉 然後因為時間實在不太夠了 等一下伺服器就要關了 所以我本來還有要介紹 Worfen的新的賦能 跟自製武器的新賦能 看來就只能等下一次再介紹囉 那今天的Review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改版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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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